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森汽車的銷售顧問 陳凱玉 大家可以叫我小四 小四 對 是 為什麼我叫小四 好好奇 我爸排行老四嘛 那他兒子自然就叫小四了 喔 老爸就大四 你就小四 我爸老四 我就小四 喔 老四就小四 我跟爸感情還不錯 還不錯 是是是 其實這樣還蠻好的 其實凱玉本身看起來非常的年輕 對不對 也是幾年次 78年次的 78年次 非常好 是 還好啦 我也是82年次的 對 看得出來 1982 好 OK 那我們今天請凱玉來幫我們介紹 新世代的 XC60 B4 Momentum 凱玉現在是不是 其實XC60在整個VOLO車系裡面 原本的一個詢問度 甚至銷售量一直都是相當不錯的 是XC60一直算是我們家比較主力的商品 那以整體的銷售量來說 XC60算是 全車系裡面的銷售量算是最亮眼的 最亮眼的 車款 對 而且以一般的家庭族群而言 他們對於這種 XC60這樣的級距 這樣的中型的豪華休旅車 其實原本就非常有興趣 對 加上它新世代的一些設計 我們可以請凱玉幫我們帶看一下嗎 好啊 從車頭看 OK 沒問題 好那大家映入眼簾的可以看到 新世代的XC40這台B4 21年式的版本呢 一樣我們延續了我們的家族DNA的傳統 這個映入眼簾就是我們這一個雷聲之錘的 這個日行燈 這個日行燈我覺得很漂亮 在夜間跟日間的辨識度都非常高 非常非常高 對 那我往前看一下 其實我們家在集聚的分別呢 最明顯從水箱護照可以看出來 這一次B4 Momentum呢 一樣搭載了這個亮黑直腹式的水箱護照 對 加強它在車頭上面更加氣派豪華的那種氛圍在 喔 了解 對 那我們的Logo鍍鉻式的 下方可以看到 下面在Logo下方有一個小鏡頭 有耶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一台B4 Momentum版本呢 一樣標配了我們的360度環境輔助攝影機的功能 那等一下在測試之後呢 我會跟大家做一個示範它的環境輔助的效果 喔 了解 好 B4的車型就會有360度環境的武漢騎手 是標配的 標配的 喔 太棒了 好 雖然說是B4版本 但是它的配備是非常齊全的喔 好 等一下一一來跟大家做一下介紹 可以說明 好 那凱玉我再插話一下 現在XC60新世代的車型 它的車系的編程大概有幾個 以目前來講的話 它算起來有四種編程 有四種 我現在看到B4 對 B4 Momentum 再來是B5 R Design版本 B5 R Design 再上去T8 Inscription 這個雙下電動車 那再上去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版本 叫T8 Polestar版本 性能版 Polestar版本 性能型的這種車款 21年式的XC60 B4 Momentum版本 嗯 外觀來說沒有太大的 跟之前上一 20年式的版本 沒有太大的差異性 但是有一個地方 我不知道觀眾朋友有沒有注意到 它在鋁圈的樣式呢 做了一點改變 有 從原本的這個銀色的五雙幅鋁圈 升級成這個黑 我們叫黑鑽石切割的五雙幅鋁圈 這款鋁圈 加強它的外型的動感跟流線型 讓它的鋁圈的樣式 我覺得變比較時尚一點 比較漂亮 變比較時尚一點 確實感覺動感一點 雙色切削的設計 現在我覺得也是蠻多車款 在鋁圈變化上面的主流 對 沒錯 配備也是米其林的輪胎 18吋的鋁圈 18吋輪胎 那車側部分來看到 一樣這台車子 基本上我剛剛說的它的配備很齊全 所以keyless一定也是有的 也是有的 而且四個門都有配keyless的摸門上手解鎖的功能 四個門都有配 不是只有前門而已 四個門都有 有時候我們到家了以後 有時候後座東西拿了 或是小朋友抱了要回家 我不用再走去前門 後門直接摸一下 優雅的就可以離開了 我覺得這個非常方便 而且它四個門也都有這個門燈 門把照地燈 好 照地燈 在這邊 門把照地燈 有時候我們上車的環境比較暗 例如說地下室 或是沒有路燈的地方 我在解鎖 照地燈會亮 幫我照地上的區域 有沒有什麼水挖地 或是障礙物 水挖地這非常的貼心 對 沒錯 然後讓我快速的可以找到門把的位置 對對對 非常方便 那也可以看到這台車 這個一樣有搭載 Blitz盲點偵測的功能 我不知道各位觀眾朋友知不知道 其實呢 Blitz盲點偵測 現在這個配備呢 普及度很高 可能有人不知道 其實Blitz盲點偵測這套系統呢 是由Volvo富豪汽車所開發出來的喔 最早搭載在2007年S80的車子上面 2007年S80 那時候我入行兩年多的時間 剛好我有試到S80 我就覺得這個是什麼東西 那時候他們還蠻推 Blitz這套系統 大家也開始知道說 Blitz就是所謂的盲點偵測系統 那時候它的一個盲點偵測系統 我記得也是設計在 我忘記在A柱還是在 在A柱的這個窗坦的位置 對 我記得是設計在A柱的地方 那其實Blitz這個系統 其實發展已經非常久 各個品牌其實都一樣 但是其實就是從所謂A柱地方 然後進化到可能到了所謂的 後視鏡片上面 甚至還有在後視鏡的整個 總層的內側那邊 我覺得它都在變化了啦 以Volvo來講 其實早期是設計在這個 A柱窗坎的位置 那現在把它往外移 移到後視鏡的外圈 其實它這個改變呢 是有它的用意在 它如果移出來呢 裡面它就不會有所謂的 我們視覺上的盲點 那再來往外圈移呢 可以有更清晰的提示 我們的駕駛人 以及後方的車子 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有這樣的配備 當你靠太近的時候 它是沒有亮燈 對 它也可以讓我們後方駕駛人 我最後這個設計 對 做一個提醒 而且它是用一圈的 有點半圍 有點像是 圓弧形的 月彎那種造型的 對 就是會讓辨識度比較高 因為有的是亮一個燈的 有的是亮一個車子的圖形的 好像都沒有那麼明顯 它還是比較明顯 但它整個外圈 而且它的顏色是橘色的 跟一般的那種黃色的不太一樣 對 好 那在側側的部分呢 我們Volvo在車側有一個 側狀防護系統 你們知道買Volvo的車最重視 其實首先考量就是安全性 沒錯 當我們車子受到側邊 來自於側邊這個撞擊的時候 它會將這個衝撞力道 分散在我們的支柱 橫樑 底盤 車頂以及其他結構 把這個撞擊力道分散掉 來保護我們裡面的駕駛跟乘客 這麼厲害 是啊 這麼厲害 這個真的厲害 好 那你看車側的線條也很漂亮 下方有一個這個車身板筋這個推頸 所產生光影的這個折射 對 讓它車側線條看起來不會這麼 這麼死板 讓它更動感一點 更動感一點 那車尾從後門板這邊一條 這個車身線條 是 延伸過來連到車尾的設計 是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車尾的部分 來 我帶各位觀眾朋友來 看一下我們車尾的設計 在我們車尾呢 你會發現Volvo在車 車後的這個辨識度其實很高 很高 因為為什麼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車尾燈 這個尾燈呢 我們就是有點像戰斧式的尾燈 對 戰斧式 對 圍巾戰斧 圍巾戰斧 我覺得Volvo車系還蠻喜歡用 一些神話 對 對 形容詞來形容他們的燈具 是 雷神之鎚 對 雷神之鎚 戰斧 圍巾戰斧 沒錯 那這個車尾燈呢 除了讓它的車身的流線性更好 對 然後辨識度更高呢 它同時搭載這個安全性 你要知道Volvo的車子呢 在夜間呢 前方200公尺 我不用看Logo 我看一個燈 我就知道前面有一台X60 前面有一台Volvo 那我們車子在車後 有個後方撞擊防護系統 也就是說我後面的駕駛人 如果在高速逼近的情況之下 可能會發生撞擊的時候 我們首先預判到 我們的煞車燈以及第三煞車 會做高速閃爍來提醒 高速閃爍 對對對 那如果已經要發生碰撞了 我們這時候只能接受撞擊 那車子會做一些動作 來保護我們的駕駛人 他會把安全帶收緊 收緊 那我們的座椅有個頸椎防護系統 當我安全帶被收緊的時候 我的背部跟椅背就不會有空隙 這時候我是貼在椅背上面的 那這時候呢 如果受到撞擊 保護我們的頸椎 我們頸椎不會有所謂 邊甩式的這個傷害在 對 保護我們人 有時候翻碰撞 車子沒怎樣 人也沒怎樣 就脖子扭傷了 好這就是邊甩效應 造成的這個頸椎傷害 那時候 前陣組來看那個新聞 好像是 S 應該是 不曉得是不是60 後面剛好被一部那種幾噸那種大貨車 是 那種就是像水泥車那種大貨車 是 剛好撞到 是 沒什麼事 沒什麼事 我有看那些 你有看那些 高速公路上面 因為剛好有人分享 他開X160 R-Design的版本 黑 深色的嘛 對 我看到後面這邊 雖然說 有明顯的有受損 對 可是他人完全不是 對 車子後面有被撞擊痕跡 但是呢 車體沒有變形 沒有變形 這非常重要 車上兩大兩小 大家毫髮無傷 結果呢 那個車主你知道怎樣嗎 馬上 到經銷商 再牽一台X190 真假 當然啊 是 因為光是那一次 讓車主深刻體驗到 他車上有做家人 是 他非常考慮到家人的安全 沒想到這次 經過這次的事件之後 BOBO確實保護到他 他跟家人的生命材料安全 安全無價 所以他就再買一台 霸氣 是 當然 我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後行李箱空間 當然 大家買SUV 現在知道SUV是市場上主流 那之所以大家選SUV 希望他有更大更寬敞的空間 來我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後行李箱空間表現 好我們有 蔡真廷小姐說很猛 他剛剛講應該是講那個車主很猛 對對對 安全性很猛 他剛剛也看到啊 一樣B4 Momentum版本 標配了電尾門 電尾門 以及這個腳踢感應的起幣功能 腳踢感應的起幣功能 鑰匙要放在身上 對 對於家裡有小朋友來說 其實腳踢感應我覺得蠻需要的 蠻需要的 在家裡有小朋友 有時候在抱小朋友 小抱睡著啊 睡著啊 踢一下就開了 踢一下又關了 對很方便 對對對 這個也是一鍵上鎖嗎 對 他關門之後 就直接把全車鎖起來 有時候東西拿完我就要回家了 對 所以我就按右邊這邊 按右邊 關起來 我不用再去前面摸門上鎖 或是拿鑰匙出來更方便 對對對 好那後行李箱空間表現呢 其實非常寬敞 後行李箱容積有482的這個 後行李箱收納空間 482 非常大 有時候對於我們有裝載需求的話呢 我們的椅背做64的傾倒 倒下來呢 後行李箱的空間 可以加強到1410公升 非常夠用 非常夠用 可以看到我們的椅背 後面有一個這個開口 之前有客人問我說 這開口是做什麼用的呢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是長行裝載物通道 有時候如果我們今天 你知道像這種車子 現在大家喜歡出去露營對不對 是 有一些露營的器具設備 或者是 我露營我要釣魚有釣竿 我要運動有打球有球竿 長行裝載物通道呢 可以將我們的裝載物 一路延伸到前座去 往前推 對 就可以放了 因為後行李箱空間大小有限 但 以背做64傾倒 如果我今天是屬於這個 四人座 四個乘客的情況之下 我這個裝載物 就可以一路延伸到前座去 所以 其實這個是非常方便 而且它很安全喔 它只能從後面開 對對對 你放露營器具也好 剛剛小事講到的那個釣竿 因為其實現在 你基本上 你 會喜歡釣魚的人 那個就像在打球一樣 你的器具基本上 不會太差 釣竿那種 基本上都是碳纖維的 有時候大家可能買 那個釣竿可能是 非常貴的釣竿 所以你就很保護你的器具 然後就可以 這樣子就可以放 比如說高爾布球的器具 甚至你要放你的網球拍 還是什麼 就可以用長型的 就可以用這個通道 我覺得很方便 好 那下方它還有一個小的收納夾層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收納夾層呢 其實這個空間 對現在構成來說 我覺得下方的隱藏收納空間 還滿實用的 我本身家裡面現在有一個小朋友 所以我車上會隨時 隨車攜帶什麼 小朋友尿布 尿布 食指巾 口水巾 換洗衣物 有時候它突然 換洗衣物 但這些東西很雜亂 放在上面 我看了就礙眼 那處女座就是這樣子 可是如果我收在下方 綽綽有餘 有時候還要幫它換鞋 鞋子我都可以放在這邊 對沒錯 這樣我出門就不用另外再另一包 小朋友的 有點像媽媽包的東西 裡面放小朋友的東西 車上擺一套 我出門奶粉帶著就好了 奶粉帶著不適合放在車子裡面 做照時間的收納 存放 對對對 那後方也可以看到 這邊搭載了一個48V的離電池 等一下 這個離電池真的是寫48V喔 對 那它不影響我們車子的後行李箱空間 對 這邊的話等一下 48V 這次高效清水電 有什麼樣帶來的特點 等一下在前面 動力的部分在跟介紹 對那一樣我們的工具 這個加油管 隨車工具 還有拖車勾 對 補胎劑 那中間這個部分是 12V的千酸電池 這個稍微凸起來 就是12V的千酸電池 所以它基本上把電池做在後面 就是可以讓車輛獲得一個良好的配重 那大家知道 車輛假設有一個良好的配重的話 它其實在操控上面 其實是會比較得心應手的 它會比較好操控的 是沒錯 好 這個可以這樣收的 對 這整個平整化我還蠻喜歡 我覺得這高度還蠻適合 就是一般人 如果你要上下物品的話 其實高度其實是非常OK的 它的前面這個64座椅 倒下去也是全平整的空間 對 它空間表現還不錯 那後方也有搭載一個12V的充電池 12V的充電池 對 現在大家要去露營 有一些露營設備需要在行駛間做充電的話 就可以放在後行李箱充電 對沒錯 那電尾門我現在要關起來喔 順便再介紹一下這個電尾門有什麼特色 它有防夾的功能 防夾功能 而且感應非常的靈敏 有時候在關的時候呢 小朋友上去沒有看到門在關了 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現在門在關 碰到東西它會做回彈 真的耶 所以它是屬於防夾式的電尾門 防夾式的 而且它很靈敏耶 因為有的是要壓到很下面 你會覺得好像有點力道說會停止 甚至回彈一點點 還是整個又回彈到原本設定的高度了 對對對 上車之前呢 在門板的地方 有一些功能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上車前可以看到 這台車一樣搭載這個 我們這個車有 14項可調的電動座椅 所以它一樣有兩組的記憶功能 有時候這台車子 老公跟老婆共同都會開這個車一起做使用 所以它附有兩組的記憶座椅 那當然這個兒童安全鎖 你這個家庭型的這種SUV呢 這個是必備功能 兒童安全鎖一上鎖 後座的門跟窗戶就一起鎖起來了 避免小朋友去玩你的窗戶 或是開你的門 相較來講比較安全 那可以看到 雖然說這台車是B4 Momentum 但是它搭載的音響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Harmond Kardon頂級音響 全車14支的這個高傳針的這個高音質音響 那瓦數輸出呢 高達600瓦的瓦數輸出 全車有14支這麼多喔 對 全車有14支音響 那這麼好的音響呢 一定要搭配最棒的隔音效果 XE60擁有同級車裡面 算是表現非常好的隔音效果 以及搭載這個雙層焦合玻璃 雙層焦合玻璃 雙層焦合玻璃我們知道 它主要的功能是非常安全 當我們受到撞擊 它不會變成大面積的碎片 來刺傷我們的乘客 那當然 同時它具有非常好的隔熱性 以及隔音的效果 好 那我們上車以後 給你們做一些介紹 剛剛那個小吃講到的記憶座椅呢 不只只有駕駛座 副駕駛座也是一樣有電動調整的 兩個記憶座椅 我覺得很棒 好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前面呢 有這個12.3吋的數位雙環儀錶板 我們的駕駛資訊都會在這邊做一個呈現 那這一台是B4 Momentum版本 但是你看它還有標配 這個HUD高階圖形化抬頭顯示器 對 它的抬頭顯示器呢 標配 沒錯 標配 一般來講它有顯示器 最重要是顯示時速 時速 它還有速限 這一條路的速限 我們有道路捕捉 那個道路資訊的功能 我們的速限 以及我們的這個簡易導航 來電 我們如果配藍牙的話 來電 有人打電話進來 我們可以知道是誰打來的 以及這個碰撞警示 跟前車靠太近 我們車子會有這個碰撞警示的資訊 對 所以是高階圖形化的抬頭顯示器 高階的 對 沒錯 太棒了 我們多功能發揮盤可以看到 這台車一樣 搭載了我們的PA2智能輔助駕駛系統的功能 長時間的行駛呢 有這套系統的感覺真的很棒 它可以主動往往控制 跟前車之間的距離 再來它有車道這個置中的功能 如果路是彎的呢 方向盤它自己會做這個 車道置中的轉向輔助 我們只要坐著 手扶著方向盤 就可以輕鬆的享受這趟旅途 而且也可以大幅減少 這個意外跟事故的發生 因為它自己會 可以減少駕駛疲勞 對 沒錯 不過還是提醒大家一下 雖然說這個 這個系統很好用 但是它畢竟是輔助系統 所以我們還是一樣要把手 倒在方向盤上面 是 對 我們的訓練講師一直跟我們說 這個智能輔助駕駛 它不是全自動駕駛 所以在使用的時候呢 我們還是要把手放在方向盤上 還是要看一下前方道路 有些人會分心去滑手機 或是甚至打瞌睡 那都是很危險的使用方式 新世代的車款呢 全面搭載9吋的觸控儀錶板 那它是屬於這個紅外線感應式的 9吋觸控儀錶板 紅外線感應式 紅外線感應 它跟我們手機的那種電容觸控不太一樣 我今天 我拿個領帶做測試 領帶應該是沒辦法做感應的對不對 但大家仔細看 我領帶一樣可以去做 真的 沒錯 所以今天如果說天氣龍 戴手套開車 或是女生我有做水晶指甲 我就不用說一定要用指腹去按 我只要有物體去做感應 它就可以去做操控 真的 很厲害吧 很厲害 那為什麼要做這樣子的紅外線感應式 因為像一般電容觸控是靠靜電去做的觸控 有沒有一種情況 手機想了我怎麼滑都接不起來 對啊 那怎麼辦 那就是靜電干擾 但是你看這邊有一些是安全輔助系統 如果靜電干擾不小心把它關掉 這時候就會有這個安全感 所以它做紅外線觸控 這個的成本跟科技層面是比較高的 但相對它也是目前 第一感應最靈敏 這台車我剛剛有提到說 它有搭載360度環境輔助的功能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效果 這個就是我們360度環境輔助攝影機的效果 其實它的畫質非常的高 你看我地上的這個磁磚有幾個 我甚至都可以看地上的 那我平常開車的時候打R檔就會自動跳這個畫面 但有時候我們走在比較窄的巷子裡面呢 我也可以手動開啟這個畫面去做移動 我可以更精準的抓 我會不會撞到旁邊的摩托車之類的 那可以有角度變換還是什麼嗎 今天如果我車頭要進車庫的話 我可以開啟前鏡頭 我們知道SUV車子車身比較高 所以它相對的前方的視覺盲點會比較大 我就可以開這個前鏡頭去抓跟前面障礙物的距離 那一樣就是基本上傳統的這個倒車顯影的功能也都有 它在晚上都可以呈現這個大角度跟高清的這個呈現出來的畫質 所以在完全沒有燈的情況之下呢 它的夜視功能也是非常清楚的 喔 了解 它地上黃色就是這個軌跡線 所以我通常預判我們停車的位置 對 左邊左右邊也可以用嗎 對 左右邊也可以開啟 有時候我們是靠牆停車的時候 用這個可以停到最極限的位置 對 所以有這個左右的功能都還不錯 也是保護你的鋁圈 愛車的鋁圈不要去刮傷 是啊 那刮的都是心疼 好那 那一樣我們搭載這個原廠的衛星導航都非常好使用 它精準度很高 我個人是很喜歡用這套系統 但如果說我用不習慣怎麼辦 這台車搭載Apple CarPlay 以及Android Auto雙平台支援 今天我想用Google Map可不可以重新鞋加上去 也可以做使用 對 我知道S60其實新年是它有所謂的 所謂AAC這套車式的一個進化系統 對 這套可以請小四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好它這個是屬於這個電律式的集成科技系統 嗯 以前我們本身就有這個Clinon車載過濾 其實這套系統就很厲害了 對 但電律式的這個集成系統呢 把它再做進一步的強化 當我們的車外的懸浮粒子 經過我們的電律式的這個程序的時候呢 它會幫我們的懸浮粒子做一個充電的動作 把我們懸浮粒子外面包一層它的這個靜電層 靜電層 然後再經過我們的聚丙溪的這個靜電的這個 這個濾芯 濾芯 它會把這個懸浮粒子 隔絕在外面 對 所以它過濾 PM2.5的過濾程度高達99.8% 哇 非常的厲害 非常的厲害 我告訴你真的是蠻多人會喜歡Volvo 尤其是大家就是各位好爸爸好媽媽們 他們想要給家裡面的小朋友 最棒的最純淨的一個車室空間以及環境還有空氣 所以他們會對這套AAC這套系統 就覺得這套系統真的太棒了 對 那這一次的改版呢 它還有這個車內的空氣品質監測 我可以透過這套系統去監測我車內的空氣品質狀況 去看我車內的空氣品質你看P2.5的它目前的指數大概是多高 對耶 車內空氣品質P2.5有沒有 是 那也是21年式的車子呢 在首先搭載的就是XC60的車款 所以我們可以去隨時監控我們車內的空氣品質 好的 那坐到後座你看到 Rick想請問一下 你的身高大概是 172 172 你看剛剛前面其實我們展間模式是退的比較後面 因為有時候看車的乘客是身高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展間的座位退的比較後面 真的喔 但是在坐下來的情況之下 你看前面還有兩個半拳頭的這個西部空間 對耶 其實在後座的這個呈現的方式其實是非常寬敞的 是 那我們知道這種SUV呢 它當然是要舒適嘛 是 所以後座也一定要設計冷氣出風口 對 可是我沒有看到 對 有沒有發現 我們怎麼沒有做冷氣 不太會啊 其實ROBO的後座冷氣出風口設計在B柱的位置 對 B柱的冷氣出風口設計的用意 大家可以知道 我們熱空氣是往下降 冷空氣是上升 對 所以家裡面冷氣大部分都裝在接近天花板的位置 對 那我設計B柱的冷氣出風口 它在後座的散熱效果會更好 喔 整個循環效果可能會更好 對 冷空氣是往下降的 沒有錯 所以中間的冷氣出風口吹可能就是往下 地上吹的 對 那如果今天我有放兒童安全座椅 小朋友坐在這麼包覆的座椅上面 當然他們感受熱的會更加明顯 嗯 這樣子冷氣出風口 可以讓他們更快的達到這個舒適的溫度 喔 喔 這是不是你考量欸 是 那剛剛講到小朋友 小朋友 當然第一個 現在說完這個空間我覺得 對大人一般成人而言 空間是非常夠的 第一個 然後再來是 它的一個泡棉乘坐的軟硬度 我覺得支撐性也非常好 它們皮革用料方面 我相信大家不會去質疑VOLV 大家自己都不會質疑 然後剛剛我們用那個所謂的 長形物的一個通道 它當然是所謂的 中央的一個扶手 可以放一些置物 然後還有這種 彈射式的杯架 彈射式的杯架 我剛剛問到這個彈射式杯架 因為彈射式杯架其實已經不稀奇了 我說這個東西其實這個機構啊 還有這邊是橡皮啊 會不會很容易壞 巧是說他們目前是還沒有遇到 因為他們新世代的車啊 雖然說是環保材質 但其實比起以前的環保材質來講 已經是非常非常的耐用了 是 非常耐用 就算你不小心用壞了 其實也不貴 也不貴 他說換這個其實也不貴 好 然後再來 剛剛講到兒童安全座椅的部分 其實VOLVO的車系上面 比如說S60 它就有非常貼心的功能 對 跟大家介紹一下 人知道家裡面的小朋友 現在法規規定 這個0到4歲的小朋友 是規定一定要做兒童安全座椅 但是沒辦法 有些像我們家小男生 基本上坐安全座椅會騷動 坐不住 為什麼第一熱 第二束縛性很強 他不愛坐 對 那等他差不多過了 法定規定年齡的時候 假如說五六歲的時候 五六歲的時候 我們就一定得讓他坐 一般的椅子 系安全帶 可是這個一面對大人來說剛剛好 對小朋友來說其實太大了 對 所以VOLVO在後座部分 做了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它有原廠標配的兒童安全增高座墊 增高座墊 收復式的兒童增高座墊 下面的板子我把它往上翻一下 對 這樣就加上來了 這樣 這個是專為小朋友所設計的 小朋友坐在這個小的椅墊上面 坐起來位置剛剛好 那他坐這邊 增高 對 坐增高 然後椅背可以這樣子貼著做 然後安全帶系上 這個就是小朋友專用的位置 現在二一年式的VOLVO 已經全面搭載了這個 48V高效輕油墊的這個動力系統 你們是不是叫做MHEV 對 就是Mio Hybrid 對 所以它這個高效輕油墊呢 我來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為什麼要出這個高效輕油墊 以前我們的車子都有一顆12V的千山電池 沒錯 但你看現在科技的這個進步呢 日新月異 對 其實很多的電子設備呢 讓我們使用量越來越大 你傳統的一顆12V的這個千山電池 漸漸的已經快要不堪不喝了 嗯 而且現在電池系統配備有這麼多 是啊 所以多了一個48V的那個離電池 是 來去做輔助 來做輔助 那它除了做輔助以外 還有一個起步馬達 起步馬達有什麼樣的作用呢 我們知道 它在每一次的起步呢 是由馬達做帶動推進的 推進的 起步的瞬間由馬達推進 讓我在停車再起步呢 開起來很輕快 哦 了解 彷彿有開柴油車的那種高速 就是 高扭力的感覺 高扭力的感覺 對 讓起步非常的輕快 那由於是由電動去做輔助推進 所以它起步呢 是非常的安靜 平順 很滑順的做起步 了解了解了解 我們車子現在都有這個 帶速熄火的功能 是啊 可是很多人上車習慣把它關掉 為什麼 因為帶速熄火的時候 冷氣的變送風 是啊 那重新在起步的時候呢 震動很大 不舒服 有時候載人的時候 覺得有點尷尬 哎唷 所以現在帶速熄火 在熄火的時候呢 是 短暖熄火冷氣是 還是有的嗎 冷氣還是有的 哎唷 然後再重新起步呢 非常的滑順 不會有重新發動的那種 大幅度的震動感 因為大家都說 大家都知道 就是車輛在重新 在啟動的瞬間 現在電流是需要大一點 是 所以倒不如把這個 交給48V的這個 電池系統 讓它來負責 這個重啟的時候 需要大量的瞬間的電量 是 那它除了在起步的時候做動 還有在我們瞬間加速的時候 提供助推的力道 哦 了解 在山上在爬坡的時候 油門踩下去提供一個助推的力道 讓我們在需要動力的時候呢 提供更滑順的輔助力道 來讓我們感受這個48V的改變 所以其實它就是一個輔助的角色 但是它跟你們以往在開油車的時候 系油車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兩樣的 你不會需要說今天 你入主了B4或B5的車型 需要去改變你的駕駛習慣 其實不用 你就可以享受到新世代的 複合動力科技 沒錯 這非常棒 那它這個電池呢 它可以自己去做自主的動力回收 在我們每一次的放開油門 或者是踩煞車的時候 它會在這樣子動力的轉換的時候 或是那個動力結構轉換 它會自己回充我們的電力 來幫48V的電池去做一個安全 充電 對 健康的回充 那再去供應我們的電力輸出 電動馬達的電力輸出 所以這次的動力 是不是比起之前 之前的年式的車款 動力是不是提升了 對 它現在B4版本的馬力 有到197匹 但是呢 它在行駛上的加速性呢 我覺得相調之前 純氣油T系列車款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更順一點 更順一點 更輕快 更輕快 對 更輕快 尤其如果我今天是試乘X190 我覺得它開起來感受會更明顯 真的喔 是是是 其實X160在搭載這個新車載動力的時候 你已經可以感覺到跟以往比起來 對 相同的車型其實動力的表現是更輕快的 是 我覺得這樣子就對消費者非常有吸引力 對 我在第一次上輕油店的時候 我去試駕 對 我有一個這樣子的心得 因為我前一台車子是我們家的C30 小的鋼炮車款 C30 雙門鋼炮車款 但是這一台車是SUV 可是我覺得開起來它那個輕快的程度 不會輸給小鋼炮那種車款 開起來很靈巧很輕快 了解 對 所以整體來說 我覺得上這48V呢 提升了更舒適的駕駛體驗 對 OK 這個我覺得非常的棒 其實有其他的網友如果有問題的話呢 其實在影片下面留言 那我跟小試看到呢 都會及時的回覆給大家 好 那我們動力其實看得差不多 好 最後當然還是要問一下小試重點的問題 例如我今天剛好對 XC60新世代的B4 B5車型有興趣 是 那是不是 VOLVO這邊會有一些 優惠的購車方案 可以趕快告知給大家呢 好 那小弟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現在 XC60 B4 Momentum 2021年是 就是現在最新款的 對 它目前來講的話 本月入主 XC60 B4 Momentum 現金優惠價 195萬 唉唷 原本的售價是 215萬 是 對啊 而且在家政 總價值高達 20萬的 20萬的 21萬 21萬的 高達21萬的這個 配備升級 真的喔 對 所以買這個車 我們不需要再額外去想 我要不要加個 盲點偵測 要不要加個 這個 智能輔助駕駛 要不要加個 環景 對 要不要升級 電動輪門 音響 全部 標配 整個優惠價值 是超過40萬 你剛剛講 現金優惠 從215到195 對 然後 再額外加震 21萬的配備 所以總優惠高達 41萬元 對 所以現在買是真的非常划算 因為好像就只 我知道的話 其實 就只有首批的車輛 有這樣子的一個優惠對不對 對 之後不曉得喔 之後不確定 你這樣子的配備 會不會 在未來的年事裡面 一樣有這麼完整的配備 還不曉得 有這麼優惠的方案 他都不知道 對 所以之後 如果大家有興趣 要 儘快的 趕快來進行一些詢問 那我們還是一樣 最後 再請小四 再跟觀眾朋友 再自我介紹一下 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午安齁 我是新竹霍霍陽升汽車 銷售顧問 陳凱鈺 大家可以叫我小四 歡迎大家指名找我服務 我給大家最棒 最滿意的這個服務 好 還有當然 有一些優惠的地方 他們也會提供給 各位參考 像我們剛剛有講到的 總價值優惠已經到了41萬 是 這是目前 新世代的Vovo S60車系 他們在官方上面 所提供的一些 也會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如果剛好在 新竹地區的觀眾朋友 想要來看Vovo 記得可以來到 Vovo的揚聲汽車 來找小四 小四這邊就會 結成專業的 為各位服務 OK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賞車 差不多告一段落 一樣 非常歡迎 大家可以 持續關注我們 Go車去 還有Go車去的 YouTube頻道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